地方中心,彰化报道南台湾嚣张爆发,彰化是南郭国小前一颗红花风铃木情人节十分大爆发,粉红花朵如一球一球棉花糖般盛开,蓝天衬托下粉嫩缤纷,在网路爆红。 每天都吸引上百位游客来朝圣赏花,还有爸爸推驻坐轮椅,掉点滴的五岁儿子来看,开学首日一度造成交通堵塞,无法顺利放学,校方特别公告,违规车辆将进行脱掉。 这棵树爆发等三年,南郭国小风铃木粉红棉花糖美诈遍打卡点。 图,翻射彰化大小是,刘浩粉红色花球爆发,开得比绣球花更大更磁力,南郭国小前的这颗红花风。 铃木美不胜收,不论怎么拍都美得不可思议,引发网路轰动,每天都吸引上百名游客前来打卡朝圣。 现场不但有民众连续第五天来拍,还有人从高雄特别来赏花,立明林爸爸推驻轮椅,带住吊点滴的。 五岁儿子到场,林小弟因发烧住院,爸妈希望让他看了美丽景色,身心更轻,能早日康复。 红花风铃木大爆发,校方,因为今年暖冬。 图,翻射彰化大小是,霍特前,赖起瑞南郭国小因为一棵树变身打卡热点,吸引全台游客朝圣。 六游客就说,因为红花风铃木三年一大开,今年最茂盛。 校方则表示,这棵红花风铃木已经肿了十多年,每三至五年会大开一次,碰。 上今年暖冬,缺水,植物为了延续生命因此特别盛开,希望吸引蜜蜂兽粉。 不过也因为游客太多,开雪首日车辆违规状况多,不止并排围停,双黄线,转,道路被挤爆,一度堵住校。 门口,导致学生一度无法顺利放学,校方为此贴公告提醒游客必开上,下学时间,以免违规被警方脱掉。 红花风铃木暴红在当地也引发热烈讨论,彰化人纷纷赞叹真的很美,鱼有荣烟。 上新闻了,彰化之光,直呼可惜只有那一颗,当初若能种整路,今日就美不胜收了。 晚上拍风铃木也很美,居民赞叹,彰化之光,图,翻射彰化大小事,失脸凤,郭鹤心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